现在立法猪公们从昨天下午两点钟开始要一路开会 开到这个星期五的五月十二点挑战 八十二小时不断电要干嘛呢 要处理一千六百多个所所岁岁的国营事业预算案 这个朝野立委等于现在正在进行一个四天三夜的表决营 当然撑得住嘛 大家都撑不住 睡成了一片 所以睡着的不管他 由队友代为按这个表决器 像绿营立委吴于昆玉一个人按十票 那么钟嘉宾一个人也按八台 要请问所有的选民们这样的立法品质你们满意吗 你一片 我一片 人人都拿到面膜 标榜含胶原蛋白就是因为四天三夜表决营 立委熬夜抗震 面子问题也要顾 绿营还上演喂食秀 早餐时间有基隆直送的探考三明治 下午茶花样可多了 美食甜甜圈 三峡金牛角 天母知名炸排骨 香甜芒果冰 饮料还有咖啡热茶 老虎牙子任你选 美食当前吃的忘我没关系 队友会帮按表决器 吴昆玉好忙 一人当食人用 明明队友都坐在位置上滑手机 他就不停绕圈圈巡逻帮忙投票 蔡逸宇 钟嘉宾也很热心 各自付四五台表决器 反而蓝军学乖了 上回蓝委廖国栋帮去朝野协商的王金平代案表决 被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呛未造文书 只是绿营代案行为更夸张 怎么就没听见黄国昌在咆哮 我觉得时代力量年轻的朋友 我们乐见他们的争议感 但是事情的处理啊 不要看到颜色就转弯了 说出来它就是民进党的互属组织啦 国民党奉时代力量 正义看颜色两套标准 只是说到底临时会变表决焦土战 82小时不断电 要省1600多个国营事业预算案 不仅立委才轮班制 议事人员也得加班 延长赛 立愿一天多花五六十万 四天下来朝野未争一口气 至少200万税金 就在立委不停按表决器 然后就没有了 记者谢君仲稍微免先去小组 台北报道